說實在 如果現實生活中 我不覺得他比他們兩個 沒有競爭力耶 對不對 站... 您分析分析您看到了什麼 他就是一個很容易 讓人開心的人 只看到他你就會很想笑 他一個動作 一個... 一句話 一個表情 可是萬一那天拍戲收工以後 你開車回到你家 下車 他在門口等你 你這樣還笑得出來嗎 笑得出來啊 真的 然後他就露出他的手掌說 我為你受傷了 就是我一直敲門 結果敲到我手都破掉了 好戲劇性喔 因為搞這種怪招 裝可憐我不喜歡 裝可憐不喜歡 對 我喜歡直接 比方說他直接約我吃宵夜之類的 就OK 就OK嗎 那如果就是他端了一點 然後我最近不完就約他去吃宵夜 大哥 什麼那個 什麼事情 可是現在喔 所以蔡昌憲你真的有在愛隨堂嗎 我跟你講 對啊 因為其實我在還沒進入演藝圈 這個時候 我之前就他有一個活動 反正那時候是模特兒嘛 就是他會出席活動 我有去過一次 是為了看他 所以還拍照 對... 你那時候是學生 在微風的廣場那裡 所以之前隨堂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很想要好好的安慰他 其實我是沒有他電話 在摸最大的個人 之前 當然我其實看影片其實也慢 覺得他很難過 就覺得好想...真的好想 跟他講說加油這樣 那怎麼辦 要傳簡訊嗎 你們兩個好想接 直接一點好不好 沒有電話 可是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什麼 不要把自己逼到角角去 對 我覺得有電話會變成壓力 就是感覺 好想導演他又不敢那種感覺 所以即使是一起拍電影 也不見得會有對方的電話嗎 其實也不一定啦 可能我要他會給我 但是... 不是 我沒有主動 這片子已經殺青了對不對 對 殺青了 那為什麼不能跟你要電話 可以 沒有說不行啊 他沒有要啊 對 我沒有要 我是不敢 如果他要你會給嗎 會啊 可是他如果就開始傳一些 你還好 我會... 他不會 他真的不會耶 他很可愛 會 所以要我們幫你要嗎 我覺得等一下我們就... 好 謝謝 所以你還沒有回答這件事情 就是說 比較恨男生還比較恨女生 是不是 你會恨那個搶走你情人的人 是不是 會啊 你會恨情敵 還是不恨情人 恨情人啊 恨情人喔 因為我覺得... 那你很理智耶 對 妳是誰主持人 我會恨情人啊 因為覺得... 那你很理智耶 對啊 她為什麼是這樣 明明我跟她這麼好 她為什麼會離開我這樣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情人的人 我是...角度是她啦 我這個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不會怪第三者 你可不可以這樣回去 因為你是導條Nita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她在戲裡會喜歡我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但是就是這樣 那Nita呢 你的回答是 我會恨我自己的男朋友 恨情人 還是會恨情人啊 兩個恨情人的 可是你不會覺得女生勾引她 或者是狐狸精這類的嗎 那你可以不要啊 你可以不要 是情人自己不要 不要你了 又勝呢 恨情人還是恨情人 可是多少還是會講情敵的壞話吧 她敢出現在我面前的話 會有另外一件事情 對 但是還是內心的那種感受上 對情人的傷是比較深的 帶給你最大的傷害是情人嘛 對 對不對 衛生好嗎 恨情人嗎 目前大家都恨情人耶 我還滿驚訝的 妳恨情敵嗎 一開始會先恨情敵 等到冷靜下來之後 才會發現是情人的問題 因為一開始憤怒之下 一定是先講情敵的壞話 佛跳牆一定會恨那個 不吃她的人 我不是佛跳牆 不要再衝佛跳牆了 好啦 再來比較情緒化 是會恨情敵 後來又會恨情人 是 誰堂呢 我老實說這一段 我真的只有覺得很遺憾 我沒有恨誰 OK 因為那就像家人做錯的事情 她竟然自己把故事 帶她退回來 沒有 真的 真的 我要講自己真的感覺嗎 就是像...已經像家人 妳不會去恨妳的家人 不管她對妳做什麼事情 就是會覺得很遺憾 為什麼會這樣而已 因為我們現在是單方面的 問隨堂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可是搞不好另外一個女生 其實才是真心的在恨隨堂 什麼 要把門打開嗎 來 我們歡迎王欣玲 妳真的很煩耶 妳 就沒有這一段啊 可是妳有沒有想過 就是那個女生可能其實在氣妳 為什麼 為什麼 點在哪 因為就是她最後還要出來 然後講說她的那個 在這段感情中間的角色啊 所以就不管這個情緒 這是他們的故事 妳說如果有活動同台 妳也不介意 我覺得坦蕩蕩啊 所以妳從來沒有 沒有 但目前妳從來沒有跟廠商 邀請妳出席的時候去確認說 通常不會有誰誰誰這種 OK 會不會請太多人了 不好意思啊 謝謝你們 謝謝 那妳會希望同居的人 他們給一點精神上的支持 還是說都不要跟妳講 這件事比較好 他們一直都在我旁邊啊 可是他們剛才都沒有救妳耶 這個很難教 我自己了解 所以你們一起面對媒體的時候 他們不需要就是跳出來說 其實什麼這部戲 他們剛才有把書送過來啦 就為自己招來就在忙 他們有盡力了 她被新聞產生的時候 妳是可以當她面講說 妳還好嗎 這種話嗎 他們都可以啊 妳有敢問是不是 我不會 我都... 她只要好就好啦 因為我不會去 就事件本身去討論 萬一問說妳還好嗎 結果她就大哭 那妳要怎麼辦 妳就讓她哭啊 妳需要把她湧在懷中嗎 照妳的戲嗎 應該這台就是要奢吻嘛 是不是 小真會第一個先擁抱我 不是因為如果女生在裡面 大哭你們男生 要做什麼反應啊 對啊 很難就不聽嘛 只有她 我也不會在她面前這樣試探 妳是不是覺得 我們把妳放太遠 還好啊 不會啊 我就這個還不錯 真的嗎 對 這個角度還好 妳會想要搶看點的位置嗎 這個角度更好 我會蠻好哭 所以請換一點 如果你問隨堂說 你最近還好吧 走出來了沒 然後她在你面前大哭 你要怎麼辦 我會... 應該這樣問吧 因為我們對家女生... 不管什麼事發生 你都應該要恨女生 把女生惹哭 你覺得男生這樣不好是不是 很尷尬 可是溫生豪覺得 女生這樣哭是一種 可以讓她情緒得到發洩吧 但是通常那時候 就是只能聽她哭 你也不能幹嘛 越拍越哭 對不對 可是她...就讓她哭啊 這樣不好嗎 那也不錯啊 情緒得發洩 所以你說你雙手就捶著 然後看她哭嗎 可是只好沒有發生過 不會 不會落入大哭這件事 你說對異性嗎 絕對不會 不會 對好朋友 好朋友才會 好朋友如果問說 妳最近還好嗎 妳可能會哭 當然會啊 妳說妳知情的事 妳完全沒大哭嗎 我是說不會對異性 對他們不會 所以妳是把他們界定為同事 所以... 沒有 我覺得不管再好的朋友 還是有男女生的分別 有些事就可以做 有些事就是不能做 所以妳現在有準備好 要再談下一個戀愛嗎 當然會期待啊 會啊 妳的條件應該是 有一些人會說 我有好男生要介紹給妳的吧 會 還是... 然後妳都會說可以看看 我會說不著急 那就表示妳想要先工作是不是 對... 可以說服妳說 我這個真的是百年難得一遇的人 然後妳會說 那我看看照片什麼之類的嗎 目前還沒有發生這樣的狀況 沒有人介紹好的人 就是他們不會逼我 就是如果我說 再看看在一段時間 他們就不會逼我 她如果照片拿出來是蔡昌憲 妳怎麼把照片燒掉了 身高真的有問題啊 可是隨唐如果... 我沒有提到身高這件事情啊 隨唐 蔡昌憲跟丞翰臉 你選得出來嗎 就是說世界上只剩下這兩個人 有點難 因為我的確喜歡會逗我笑的人 妳現在還有在迷這件事 這兩個人都滿有趣的啊 我覺得被逗笑這件事 沒有很重要吧 可是妳看妳要跟一個人 在一起那麼久 因為她能夠讓妳開心 因為如果那個人 妳迷戀她的褲 結果每天回家她都擺臭臉 我覺得很累 可是她如果回到家 一直像丞翰典講 這些難笑的冷笑外 還是滿好玩的 對啊 我贊成 所以妳迷戀是丞翰典嗎 我的天啊 謝謝